大稻埕地區是北台灣著名茶葉與中藥集散地 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源地 擁有豐富的產業與人文歷史 由文化局與陳樂通舉辦的品味道特展 從春夏秋冬四個面向 帶領觀眾品味大稻埕的四級之味 比如說春天就是我們用茶來做代表 然後也是大稻埕的第一桶金 就是我們講茶葉 那夏天就是我們在廟口拼到 除了香之外其實還有很多的美食 或者是人帶來拜拜的東西 這個糕餅的東西 然後在秋天就是跟新文化有關 比如咖啡的味道 還有我們這些很著名的一些西餐廳 尤其現在這個玻璃路也還在 那冬天呢我們就會想到就是 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年貨大街 有去做一些回顧 然後把一些場景去做一些重現 展覽從春茶開始介紹大稻埕茶產業的發展史 從1869年首次將烏龍茶從大稻埕運往紐約 讓烏龍茶成為台茶的代名詞 到珍貴的茶經年代地圖以及茶葉的產銷流程都有詳細的說明 這一張呢是這個台北市茶商工會借給我們的 它是在1933年的這一個 主要的出口種類以及地區圖 那當時我們看到的總類只有兩個 就是烏龍茶跟包種茶 那你會看到烏龍茶都在哪裡 都在一些歐洲歐美的地方 那就是最初李春生他們帶出去的 那後來呢 的需求呢 包種茶就走到了這個東南亞這邊 包括大陸也有啊 還有這個泰國啦 等等其他的地方 茶還要烘焙 所以我們也看到培龍 然後到後面要製作嘛 然後要包裝 那包裝我們有用四兩包啊 有用茶香啊 那包裝完之後呢 我們放到木箱裡面 其實麥頭就是那個表現的意思 它上面會有什麼資訊呢 我們有把它解析出來 像這一次展區的 這個是去泰國的 它有什麼材料 茶 然後也有花 因為是花茶 然後上面還有這個衛生核准字號 品味道大稻成的四季感 直生活特展即日起 在陳樂通展出到12月26號 主辦單位還設計闖關卡 闖關成功就可以獲得 限量精美小禮物 歡迎觀眾朋友免費前往參觀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